名稱的部分 像剛剛我們是把這個範圍 定義之後 特別是一定要按個Enter 他才會把這個名稱定義好 可是有同學剛剛來問就是那個 我覺得他問題很好 也許同學可能遇到了就是 那可是問題這個名稱 在Excel的什麼地方 以後如果你要找的話 你可以到公式裡面 找到一個叫名稱管理員的東西 名稱管理員 那名稱管理員裡面 他就會出現就是你剛剛定義好的 那一些名稱 名稱管理員有沒有 開講101 然後在哪個位置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沒關係 點他一下 他底下這邊有一個參照道 那你可以怎麼樣 點擊這個參照道 他會自動幫你把你參照道的那個 這個工作表 的範圍 用虛線讓你知道 那以後如果你要變更範圍 比如說你資料參照也許多了幾列或少了幾列 你可以 修改按打勾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都可以變更的 也可以刪除 也可以編輯都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觀念 我覺得比較像 有點像資料庫的那個 就是有一個 就是對照的 那個資料表 這個我覺得跟資料庫的概念還蠻接近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要在 Excel裡面使用類似的 資料參照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種方式 尤其後面 我們在下一個單元的那個 檢視與參照 那個常用像 V2函數 V2函數有沒有 這個應該用到就很大 那 我建議 還是用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會需要一個 Table Array 就是那個對照表 那個對照表 其實也最好用名稱 先定義好 用 F3 非常方便 一下子就把事情給做完畢 但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恐怕你每次選的什麼 你都搞不清楚 而且有的時候 那個 你那個範圍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沒有辦法用名 如果不是名稱 你根本不知道 可是用名稱就很清楚了 一目了然 OK 閱讀性比較高 然後配合F3 所以這後面還會再講到 另外像參照 可能會用到什麼 Index 也有Index的那個 函數 那這個部分後面再來看 好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要繼續看那個 前七名 那這個前七名 怎麼做呢 當然不外乎如果 因為我自己 習慣用VBA來做 但是如果說你不習慣用VBA的話 你想說用聚集 可不可以達成這個 這個事情 其實我想應該也可以 怎麼做 比如說你可以先 先彩排一下 什麼什麼彩排呢 排名 放在這邊 對不對 資料 A到Z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這個範圍 Ctrl C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七個 Ctrl V 切上 然後呢 再點旁邊一下 等於是取消選取 那這個動作呢 最後記得 還沒結束 還要再把號碼 A到Z 排回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不對 那怎麼辦 A到Z 那這個 排序 最後這個 再把它排回來 對 因為它散漫在這邊 所以怎麼辦 選擇性貼上 所以 還是不是好方法 因為最後還是會少了那個 如果可以啦 那你可以用錄製了 錄下來之後把它變成按鈕按下來 就OK了 可是這個好像還是 你們可以再想想看 那我 這個如果可以 你就是用錄製聚集 那如果不行 那大概也只能用什麼 用VBA 所以 可以用聚集 那你就用聚集 不行 那可能要想 那個 程式怎麼寫 我寫完的大概就這樣 按下去 它什麼 不是用排序的 直接出來 那我的邏輯 是這樣 我的邏輯是 我 在 這個排名裡面 去找一下 比對喔 所以這邊的話會需要一個比對 比對什麼呢 那個邏輯是 如果 依然裡面的值 小於 等於7的話 就幫我把 依然裡面那個 裡面的值 call到這裡面來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不用call OK 大概邏輯是這樣 所以呢我第一個 需要跑什麼 for i 等於 也許第2列 一直到 最下面一列 這個範圍是確定的 OK 第2的話呢 就是一幅 邏輯 什麼呢 依然裡面的 小於 等於7 然後再幫我call過來 可是呢 call過來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問題 應該call到第幾列 對不對 所以呢 call過來的話呢 那我預設 它一定是從第2列開始 所以這邊我多一個變數 追 這個追 是指的就是說 我call過來 應該放在第幾列的意思 所以那個追 我預設值給它2 那如果call過去一個之後呢 我再把那個追加1 為什麼因為它第2列已經call過了 那我就在第3列 在第4列 在第5列 一定是F欄 那個邏輯 不知道各位 能不能理解啦 大概我把我邏輯講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到底怎麼寫 這個地方前7名按下去就大概這樣出現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OK 看一下 我就是第1個 一樣先怎麼樣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名稱叫做前7名 OK 前7名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我這邊已經有做了一些註解 追 等於2 那你想說這個追什麼 我剛剛講 追的話呢 指的就是說 將來 我這個前7名 應該call在第幾列 所以追一定是從第2列開始 那回圈範圍的話是 4i 等於2到 43 當然這個 43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 用這個 range 自己去抓 最下面那個 那這樣的話 OK 回圈範圍 確定了對不對 nest 4對nest if 哪一個呢 1欄裡面的 值 1欄裡面 這個排名裡面 小於等於7 then 做什麼呢 幫我把 a欄裡面的值 特別重要是 call不是call這個 call不是call排名 是call 相對的什麼 a欄值的是什麼 這個數字啦 有沒有 這個數字call過去 所以呢 我就把 a欄裡面的值call到哪裡呢 call到f欄裡面的哪一列呢 j列 所以呢 第一個call過去的話 它一定是 這個2嘛 就是第2列 就是f2啦 對不對 後面多一個東西 j j 等於 j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我第2列用掉了嘛 再來換在第3列 然後第3列 第4列 第5列 第7列 一直往下 然後 如果跑出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 小於7的話 小於等於7 剛好7個號碼 所以跑完之後呢 幫我列出來了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 我這邊的話 如果你實在是不是那麼 理解 裡面到底做什麼 你可以甚至可以 按f8 去主行跑 追預設值等於2嘛 然後 往下 第2列一直到 43列 它應該回來了 這個 第1個數字呢 它有沒有小於 26有沒有小於 沒有 所以它跳過 就跳到 Endersif 它不會去call 然後NAS 然後換33 33有沒有沒有 OK一直往下 往下 那直到什麼呢 我這邊設中斷點 直到那個 當 這個裡面的值 等於7 有沒有就是這個 它才call過去 所以call過去的話 就是 把什麼呢 把這個是 A欄 對不對 A欄裡面的 這等於是12欄 把12這個值 call到哪裡呢 call到 F2 所以這一行執行 那各位可以發現嗎 F2了對不對 那因為F2裡面有東西 第2列 所以要往下 往下放 所以J再 把它加1 加1 所以J加1之後的話 J等於J加1 就是把它2再加上1之後丟到前面 所以J現在等於3 然後 往下 NAS 一直往下 反正 一樣的邏輯 OK 然後就再幫我call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 找到的話 2 因為20應該小於 等於7了 所以再call過去 那其他步驟的話 就 都一樣 把它執行過 就全部完成 雖然程式沒幾行啦 不過 要 全部自己把它寫出來 可能有點難度啦 不過給各位參考一下 你有發現還是有些同學對那個 資料怎麼丟來丟去 甚至 這個兩個 相加之後丟到前面 好像還是有點障礙 這個東西的話 需要一點時間去理解 如果你這個地方 可以執行 接下來 把部分刪掉 也可以執行 那應該你慢慢的話 有些東西都可以改成你自己工作上 可能會用到的VBA程式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其他上面都有註解 我盡量把它寫得簡單一點 因為這東西 雖然沒幾行 但是效果其實還蠻大的 那如果以後呢 你要把那個你統計的結果 自動 幫 自動幫你把你需要的 這個值給列到某個地方的話 其實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當然 就快很多了 因為 函數裡面也辦不到 沒有函數可以這樣幫你把這個 結果給列出來的 好 那 聚集 恐怕你錄完之後 好像又少那麼一個步驟 怎麼辦 你聚集錄一下 不行 那只好這樣 用VBA來寫 OK 所以通常 說為什麼 一定要寫VBA 寫VBA 也許是下 也許是下下車 實在不得 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可是 這也好像也是唯一的辦法 要不就是你要突發煉鋼了 自己再慢慢改 OK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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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